中共军机今天总共是有24架次进入我防空识别区 是近期最多数量的一次 人家分析有可能是台湾宣布申请加入CPTPP有关 或者是为了要阻止美军反潜机在巴士海峡活动 上午就派遣了多达19架次的军机 下午再来5架 包括了殲-16运8反潜机 轰-6殲-11等军机扰台 我军也派遣了空中的群罗兵力来应对 防空飞弹追接以及广播驱离